放仪表总成线的饰品 先拆这个仪表头 先把仪表头拆下来 然后把立杆拆下来 把立杆拆进去 把钱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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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拆下来 我哪个拼没撒下来 放总成线的时候 注意一下 我们后面放前叉的方法 也是这么拆的 试一看 我们放总成线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前叉已经拆下来了 到时候我们后面 如果更换前叉 也是用这种换换 前叉要放下来 再把它打开 再把它打开 我还要放下来 这种换换 刷笃 然后把手一本放下来 我可以打开 总存线的这个截头 控制器这些 拆下来 这个SM插头要拆下来 要不然插是拉不出去的 把线拆下来 一表线就拆下来 我们放这个折叠器 如果我们需要放整个 这套折叠组件的话 方法就和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 把这些东西前半拆掉 拆掉以后 把这个边盖 这两个边盖拆掉 然后把这四条螺丝松开 那么这个折叠器也可以放了 先把两边的覆盖拆掉 拆了一件 牛筋 牛筋要拆吗 要拆 要拆 后面这个牛筋 后面这个就是防充电 拆下来 拆着日本这四条螺丝松拆掉 拆到前面正两颗螺丝的时候 然后要把这个折的气打到另外一边 好 这样子的话折的气也折下来了 那么我们放折的气的时候 拿一个新的折的气 再把它装回去 把折的气装回来 这样子放折的气的方法也是这样 先要把总成线 再放总成线的时候注意 总成线 从这里 从中间这个地方穿过来 从中间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要注意 要从下面穿过去 要从这个箱子的下面穿过去 要用一个钩子 把这个线 从下面穿过去 再把这个防水穿 防水线正好 好 接着去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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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在队里面穿过去装饭 也有点燙 接着去装饭 就像没电话 好